上一期给大家介绍了高度地图百度地图的AR实境导航功能 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今天给大家介绍如何利用高度地图百度地图 实现导航的汽车HUD抬头显示功能 HUD抬头显示系统又称平式显示器 它能将车辆信息、导航信息等投射到前导风玻璃上 以降低驾驶员低搜查看仪表盘和中控台的频率 避免注意力中断 从而提升行车的安全性 近年来HUD抬头显示系统 正逐渐普及到了十多万左右的池形上 但是一般只有顶配的车型才会配备 但是顶配的车型一般售价都比较高 并不是销售的主力 不过现在只要你有智能手机 就能用手机导航体验一次车载HUD抬头显示功能 国内的手机导航软件 大家经常用的是两家 百度地图和高度地图 它们两个的手机导航功能 都有HUD抬头显示的功能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 百度地图跟高度地图 HUD抬头显示功能的打开方式 我们先打开导航 点击导航 喂 然后点击更多 继续往下面拉 有一个HUD功能 然后点击下面的投影 出发了 还不见得呢 百度地图跟高度地图打开方式是类似的 都是先打开导航 然后往上滑 找到更多 继续往上滑 找到HUD 点击右下角的投影 就可以了 两个地图的导航HUD抬头显示功能都已经会开启了 那么我们就把两个导航的HUD抬头显示同时放到中控台上 看一下两个地图HUD抬头显示的效果怎么样 以及它们显示的画面是不是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 我们在打开导航HUD的时候一定要把属于的亮度调高一点 要不画面投到玻璃上显示是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导航HUD的显示其实画面是不一样的 左边的是百度地图 右边的是高度地图 百度地图是可以显示当前行驶的速度的 这一点是不错的 高度地图可以显示路况的线速信息 这两个地图的HUD显示清晰度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视频上的画面可能看着是有点模糊有点充盈 但是其实在主驾驶位看的话 清晰度还是非常好的 还有两个地图的路况提示跟平时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准确的 这一点是没说问题的 这两款HUD都是免费使用的 对于一个免费产品来说 这样的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我们在晚上开车的时候 有了这个导航HUD 就不需要低头看仪表盘上的显示速度 也不需要歪头去看中控大屏上的导航信息 这样对于我们夜晚行车来说 安全线就又高了一个等级 还有一点 我没有放白天使用导航HUD的画面 因为白天的时候 即使把手机亮度调到最高 也几乎是看不清的 所以这个白天是基本上不能用的 虽然这两个导航软卷的导航HUD 用起来还可以 但是缺点是 必须打开导航才能用 并不是说 你打开百度地图或打开高度地图就有投影模式 平时是没有这种功能的 必须要开导航才有 前面的对比视频是我用车载手机之下拍摄的 位置有点偏 现在到了一个无人的村里的路段 这边是我用手持手机拍的驾驶位的画面 清晰度也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边路比较难走 所以摇晃比较大 但实际上驾驶员位置 肉眼看的还是清晰度还是挺好的 大家看一下高德导航HUD白天显示的效果 现在再调下亮度 把亮度调到最高 然后放到打风玻璃上 你就会发现 完全没有 跟没有一样 放到这个位置看一下 这边没有 在这边也是 完全看不到这个画面的 所以白天是确实不能用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 由于在使用导航软件 自带的HUD功能时 先要把手机放在车辆的仪表台上 因此一定要借助方滑垫等用品 将手机固定好 避免车辆在加速刹车和转向的过程中 手机滑移发生危险 特别是注意手机摆放的位置 一定要避开安全气囊 免得车辆在遭遇碰撞时 对车内成员会造成二次伤害 我们把手机放在进行 谢谢大家 请猜到 反正